李先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句话 我的生活我做主 她是这么想的 更是这么做的 这让作为妻子的杨女士不能接受 两个人从大学同窗 递切成为夫妻 这25年的婚姻生活 杨女士说 她受够了李先生 我行我素的生活 丈夫的潇洒 让她苦不堪言 欢迎收看江旭卫石金牌调节 本栏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们节目继续 我有一个小企业 它基本上管的也很少 它基本上在家里 它是无所事事的 但是它从早晨起来 可以说一天到晚 它基本上没干什么事 基本上就是沙发床 躺到沙发上 在看手机 看电视 这边玩着手机 这边看着电视 这个沙发巾 就会掉到那沙发上 沙发上的垫 都能掉到地上去 这个我都说了多少次 你问她 到现在你问她 我们今天来的时候还是这样 你天天就在家躺到那儿 一点事都没有 她在家是什么事 基本上不做 她也不会做 不知道怎么做 拍一双皮鞋 从买回来到 到这双鞋报废 基本上人家不打理 她要等着我去打理 如果我说 你看你的鞋子 你要不你擦擦 你不给我擦 你管我呢 她就这种态度 她平时就是大大咧咧 自己的形象 从来不照顾 男人 这个穿裤子 上衣要 梳到裤腰里边 是吧 你可以问她 有多少年了 到现在 她如果 把裤子梳到裤腰里边 内裤也要梳到 衣服的外边 就这么不讲究的 到现在她也是 我们那个一个 全进口的林肯 我就偶尔的 开一次去上班 我们的同事就说 你们这么好的车 你看开成啥了 尤其基本上 那就是发暗了 因为我们那个 停车的地方 上面是树 经常有鸟 拉那鸟屎 我就买个车衣 是吧 经常给它盖住 就跟不打理人一样的 也从不打理车 它从来不打理的 我要说 他就说 那车是为人服务的 我为什么要为他服务 我只要 我只要开着舒服 我就不管了 我前天我都气得不得了 我给儿子发那个 发个录像 我说看看咱们的车 我儿子说 哎 没办法 他就是这种 其实我不是很干净的人 但是我要 说到过去 要大众话 你要出去了 不能看到 让人看见很不舒服 你看这个车 你要说打理 这个平常 你问她保养过没有 是保养 反正的时候谁去保养呢 这个你不 清洗 什么时间开路需要清理了 我说清理 比如到老家去了 还是到哪个 到朋友那去了 就是自己用的时候 不需要清理 是这个意思吗 自己用的 你就是开路就行了 你要是每次 你不能天天去清理那个车 也浪费时间 我认为浪费时间 正常情况下 你多久会清理一次车 半个月可以清理一次 要如果这一段经常开 肯定要清理一次 洗一次车 如果有这个频率 就还可以啊 你问她上一次洗车 是啥时间 怎么洗的 我自己洗 基本上三五天 我就是找那个 都要冲洗一下 她说就是用那个清洗机 就弄一下 就完了 就是不擦 在你看来 那根本不叫洗了 对 在杨女士看来 你是对这方面 没有要求的人 你自己给自己的评价 是这样吗 要有不高 没必要 没必要 杨女士的描述 让我们更为直观地了解了 李先生的脾气性格 她看似不拘小节的背后 拥有着一份深深的执念 只要是自己不乐意的事情 她绝对不去做 更不屑去做 这让杨女士感觉到了 婚姻生活的巨大压力 杨女士说 对家庭的不管不顾 或许她还能默默忍受 丈夫在情感上对她的忽视 则让她彻底的心凉 是我42岁那一年 怀孕了 本来是想要的 结果上班了 不能要 那我们两个商量好的 又要去打掉 是吧 早晨起来她就问我 那个 你今天是坐车去 还是骑车去 我心里边很不舒服 我一个人去的 后来我做爸 我在 我给他打电话 想让他接我的时候 他是在饲料厂里边 跟几个人在打牌 我现在都不敢想 那个疼痛 可能是人 年龄大了吧 走路也没法走了 好像整个人是空的 疼 我说我 可疼 我说你能来接我吗 他说他没法来接 因为我们当时是个 那个车 应该是不能进室 但是你可以找个车呀 人家老板都有车 你可以把我接一下他 我自己回去了 回到家里 他晚上很晚 他回到家 到家 晚上 他也不知道怎么做饭 我说那个吧 我说我早晨走的时候 我淹了点鱼 你把那一点鱼 砸着都行了 砸了那个鱼 然后端过去 我吃了几个 那个砸了 那个浇的鱼嘛 我说你 你端杯水过来 我得要吃药 因为我在医院 哪里有校园药 给我端了 这是端第一杯水 我觉得我 我就是说让他 给我端一杯水 他只要端过 就心里边 我都记得清 到第二天早晨 他就起来 还是在那儿打游戏 我都啥时间了 其实我也知道 我也饿了 我说你不饿吗 我不饿 我每次跟他说话 我都要想好 怎么说这句话 能够达到目的 还能够让他不反感 到快中 他没出去 多少时间又回来 然后颠了两头那个 凉拌面 干的嘛 我说你给我端杯水 这个太干了 再次给我端了第二杯水 两杯水 都能让你感受到 所谓的丈夫的温暖 其实我对他要求不高 做这个决定这个流产 我是不很同意 那因为你不同意 所以就赌气 不管他吗 没有不管他 你也没有陪他 也没有接他 完了也没有好好照顾他 厂了可能也忙 没有你我陪着他 你我一直陪着他 可能我没有 我也可能没有想到 那年我这个第一次犯病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颈椎 那两天特别严重 病得很厉害 我在家里休息 那个大夫建议我 这个腰下边 垫个枕头 利益我这个颈椎好 所以我就垫个枕头 结果那个垫了枕头 最好就是 我感觉不舒服 挪枕头的时候 我正好咳嗽 一咳嗽 还往这个腰咳嗨一下 我整个人不会动啊 连蹲都蹲不到那了 就是只能 要不就是两个手用力 整个下室是不能用劲的 然后呢 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了 他在厂里 然后他说 那你先去吧 还没反应 那反正 要不我就觉得 他对我不是很那个 我就跟我同事打电话 然后我同事 几个人 我 我就是爬着爬到门口 给他们打开门 几个人抬着 抬就是 我光只能两个手用劲 整个下半身不会动 把我给弄到医院 他五点多过去的 但是我在屋里面嘛 他过去 我就说 我说我要接手 当时 我不会动嘛 然后我两个 两个胳膊 就摟着他那个脖子 然后他呢 就是一边 扛着我 一边 垫着那个瓶子嘛 我去解个手 回来 你问他 他都要走了 护士说不让他走 他要走 他说他没事 那个 你 那个输完水了 你给他拔了就行 当时在场的很忙 可能是脱不开身 我再说 我赶回去 也在半个小时以后 就是最快 就是当时 我就是说 你给那个家里 在我们家们有邻居嘛 明白 请别人帮个忙 对 赶紧请别人帮忙 事后呢 事后呢 忙完以后 我就赶到医院了 我直接搬到医院了 那一天 就是现在用这个厂的资料 他开个会议 我到那一看 我说 不是做大个事 他就是平常 他那个是腰椎 他做 做那个习惯嘛 压迫了神经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再也没有关系 是这个意思 对 但他可能 那个时候 很需要你陪着他 这个你想过吗 他要需要了 我就会陪 就只要他不说出来 你认为他就是不需要的 我认为他是不需要的 我跑度来给你买茅台酒 叫你喝 你爱喝酒 天天你问他喝酒 他都说过没有 过个气息 我给你买三朵金玫瑰 你为啥 记得别人好处 我知道他是很浪漫的人 他是不能够 他 我在他面前 我也经常这样说 他 我说你这个人 是只能够减上天花 不能够薛中送炭 他这个给我的感受 他就可以拿个手电锅 专意照这个阴暗的地方 他不照你这个光亮的地方 都是通通都是你的 这不是那不是 他看不到别人的右眼 他也不会说我的右眼 应该是好到少 也可能是那个差得多 我对他的评价 就是差得太差得多 说到不被丈夫关怀的记忆 杨女士泪眼婆娑 一改之前 我们对她成熟干练的印象 可想而知 作为一个妻子 她对丈夫爱得渴望 可另一边 李先生坚称 没有妻子说得那么糟糕 妻子是专挑婚姻的阴暗面 两个人对这段婚姻 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 那么 问题到底出在了谁的身上 观察团老师们 首先把矛头对准了李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